大家好,我是Eric 最近股市当中,人造肉概念比较火 我们来看看背景 5月2号,有人造肉第一股之称的Beyond Meat超肉公司 正式在纳斯德克挂牌上市 开盘暴涨,较发行价涨幅为163% 最近,汉堡王在美国的59家门店开售人造肉汉堡 食品巨头,雀巢也公布了人造肉汉堡包的计划 人造肉正在成为潮流 更是受到比尔盖茨,李嘉诚等一万富豪的追捧 纷纷出巨资投资 那么什么是人造肉呢? 我也网上翻了一下 这里说的人造肉不是中国人说的素鸡 而是培育肉,是用动物细胞种出来的 以培育人造牛肉为例,分为四步 第一步,对牛进行活检,获取活的肌肉组织 第二步,从肌肉组织中分离出干细胞 第三步,把干细胞放入生物反应器 增殖生产出肌肉纤维 第四步,在肌肉纤维中加入脂肪细胞和其他细胞制成肉饼 那些人造肉的追捧者说人造肉有以下优点 第一,人类为获取肉食而饲养的牲畜 占用更多的土地,消耗更多的资源 导致温室气体排放已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15%左右 根据联合国的预测 世界人口总量在2050年将达到98亿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往往要吃掉更多的肉 这对于地球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负担 培育肉的生产条件简单,很容易扩大产能 以猪肉为例,猪仔从出生到出兰 养育100天才能产出90斤的肉 而在实验室里,利用细胞培育 60天就能长出5000多吨的肉 一旦技术成熟,实现规模化生产 培育肉的成本必然将大大低于原肉 第二,在动物保护主义者看来 吃肉是一件很残忍,很不道德的事 人造肉可以避免道义上的问题 第三,在健康主义者看来 吃肉导致肥胖、高血质等疾病 对人类健康有害 自然生长的牛可能会生风牛病 培育肉的生产环境是100%可控的 既无菌也没有污染 还可以调节脂肪的含量 所以,从理论上,培育肉更为安全健康 那么问题来了 现在,如果人造肉摆在我们面前 我们会吃吗? 我个人首先表态,我自己是不会吃的 第一,人造肉是个新生事物 是否安全,是否经过长时间的认证都存疑 就像转基因 哪怕一些专家说吃转基因食品没有问题 有多少人相信是没有问题的呢? 因为是新发明的产品 国外有多少人能长时间吃人造肉而没有爆出问题 我估计在这方面还没有研究 就算有这方面的研究 从发明到现在,时间很短 现在也不可能出这样的结果 第二,人造肉被投资者疯抢 更像是一门生意 而不是像前面口口声声说有那么高尚的重大意义 如果是一门生意 当然有人做广告宣传自己的产品好 在国内做假药的都会说自己的药有疗效 这种优点听听过就行了 要有自己的判断 如果真的信以为真 得意的只是那些公司 第三,人造肉 换句话说 我可以说是假肉吗? 英文是fake meat not real meat 以前中国市场上曾经出现过假鸡蛋 如果告诉我是假肉 我还会吃吗? 第四 如果我知道面前的这块肉 是实验室里短时间内培育出来的 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怪胎 就像现在的鸡 一个月就能上市吃了 一个月圈养的鸡和一年散养的鸡能一样吗? 口感上差 不说 一定还有别的外力去脱离自然规律 比如打激素等 想到这些 我还吃得下去吗? 中国人历来很聪明 很早就能把素菜做成荤菜的味道 上海玉佛寺就有素斋 味道还很不错 我觉得有的菜在色味上能做到90%乱真 上海还有各种俗食素鸭素火腿 都是豆腐皮做的 味道也很不错 我个人宁可少吃肉 多吃素菜 或者吃吃豆制品做的素鸭素火腿 也不会去碰国外这种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人造肉 谢谢 谢谢